錄音樂 那我們進行上課了 好 那我想我們今天要來介紹的是 討論的是Design跟開發 那其實我們這邊會談的比較少 主要是讓各位有個機會 稍微思考一下就是 如果今天想要開發一個系統 大概會經過什麼樣子的一個程序 但是我們當然後面會比較強調 多的比較是在Design的這個部分 首先假設說各位想要開發一個系統 或某一個產品 比方說我們想要開發一個產品 他能夠記錄每一天這個使用者 他到底走了多少階的樓梯 那我們希望說透過這樣子的技術 能夠讓我們知道說這個使用者 他每天走了多少步 然後根據他所走的步數呢 比方說我們來算他說每天所消耗掉的 所減少了多少的這個CO2的 emission 然後又燃燒了多少個卡羅里 所以這個都可以利用這個步數來做換算 好 所以我們假設我們把這個東西 這個裝置叫做這個Stair Counter 好 我們現在有這個想法了 那再來我們要做些什麼事 怎麼樣把這個想法變成一個產品出來 那從這個想法到變成產品 這當中其實有很多的過程 那這個每一個過程呢 其實就會影響到我們設計最後的結果 所以呢這個就不像我們在考學測 你必須要在很短的時間找出一個正確的答案 因為其實這邊並沒有所謂的正確答案 因為實際上一個產品它有很多樣性 你可能是一個貴的產品 也會是便宜的產品 它其實都可以做技術 算這個樓梯的數量 所以呢這邊要談的就是說 其實很多的可能性都有可能 所以你必須要在這個整個設計的過程當中 加入到一些設計的考量 然後最後才會有一個產品會出來 好 那麼一般來講 我們在開發一個產品 其實跟我們寫一個電腦程式是類似的 我們通常會先從requirement開始 說我到底這個產品的需求是什麼 那有了這個需求以後呢 我們有specification 就是說有一些比較細部的規格 那這個規格通常是一些可以量化的東西 那這個requirement通常只是一些想法 一些到有這個數量可以量化的一些資料 那有了這個東西之後 我就開始去設計說 我到底我的軟體要長什麼樣子 我的硬體要長什麼樣子 我的軟體要有些什麼樣子的元件在裡面 我的硬體到底要什麼樣的規格 那麼有了這樣子整個architecture系統的設計以後 才去開發每個個別的元件 然後把這些元件開發出來 然後把它整合起來 好那整合起來之後 就會有這個integration的問題 那最後呢再做測試 再做validation 所以大概這整個的設計的流程 跟我們在開發一個電腦軟體 其實是蠻類似的 那從上面一直走到下面 這是一種top-down的design 但是也有一種做法呢 是從這個button-up 等於說我現在手上先有一些元件 我從這些元件我到底可以兜出一個什麼東西出來 然後最後再來想說 我這個東西到底有什麼用 也有人是這樣子做 那麼通常的設計呢 我們很難說我從這邊開始做了以後 我就這樣一步一步 到了這邊就做完 通常我們會走到中間一半 會發覺這樣的想法好像不太對 當初的規格可能沒開清楚 或者說當初的規格根本不可能實現 所以我要再從頭回去把規格再修改 這樣再下來做 所以很可能這個當中的某一些步驟 都是一個循環式的 要這樣子做才可能把它做完整 那麼我們後面呢 就開始把這每一個步驟 稍微再做得更多一點的說 首先這requirement requirement的話通常我們就是用一些 這個普通的這個文具 文字來描述說 我們到底想要做什麼東西 那以我們剛才來講那個設備來講 我們就希望說能夠開發一個裝置 這個裝置能夠記錄 這個每一天的使用者 他到底走了多少階的台階 那麼通常這邊的描述呢 都是從使用者的角度來講 我想我們通常的設計的人 都會從自己的設計 我怎麼樣讓我的系統做得簡單 容易設計 從這個角度來思考 但是通常我們在講requirement的時候 應該是從使用者怎麼樣 用我這台機器 從這個角度來開始描述 我想這個蘋果的手機 一般人會很喜歡用 你會發覺它好像很人性化 剛好就是你想要用的這個功能 主要是因為它當初在設計的時候 其實就是在看這個使用者 想要什麼東西 所以當我們在描述這個requirement的時候 通常應該是從使用者 怎麼樣會用我這套系統 從這個角度來講這個問題 好 那麼我怎麼知道這個requirement是什麼呢 通常會有幾種 通常比方說今天我可能坐在家裡 忽然有個想法說 我這個產品應該是會大賣錢 所以我要趕快來做這個產品 但是通常是因為我們可能有一些潛在的客戶 我們跟他談了以後 發覺客戶想要的東西是這樣子的 或者說是我們有一些市場的專家 或者說是我們業務員 他們在跟他們的 在談業務的過程當中發覺 他們的客戶想要的東西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部分通常就是在這個requirement這邊 要先提出來 我想我們通常在設計的時候 比較不太會去談這個問題 特別是我們在學生的這個階段 他就說看你老師要什麼題目 你的題目跟我講清楚 我幫你把答案寫出來 但是其實是到了未來 你們再來出來要自己創業了也好 要參與公司的產品的時候 很多時候是要花很多時間在這裡 你怎麼樣去define你的題目 或define你的產品是什麼 像我們剛剛提到的簡單的想法 你會發覺到說 當我們在規劃我們的產品的時候 也要看到說 我們這產品可能使用者會是誰 記得我們前面有講說 你需要知道說你的客戶 會跟你的客戶去談 但實際上你也要知道說 你可能的客戶群是誰 光是講說做這樣子的一個 可以計算這個樓梯走的多少階的 這樣一個東西 其實他可能 這個客戶有很多種不同的使用方式 比方說我可以寫一個純粹的軟體 然後把它加到這個手機裡面去 通常手機裡面已經有三軸加速軌 我可以用那個東西來做技術 我也可以做一個個別的產品 是一個消費者的產品 消費者的產品我可以賣錢的 還可以裝在身上來做 還有一種可能性是 是他當作一個贈品 然後這個贈品是某人他買了 他可能是送給這個 比方說送給他一些客戶 當作小禮物用的 所以客戶不一樣 你的這個設計的規格就會不一樣 比方說這兩個好了 看上去好像都是一個個別的裝置對不對 但是為什麼這兩個裝置 我們說客戶群不同 考量點就會不一樣 你看這個東西是 我的客戶群是消費者對不對 所以消費者就是 我要希望他能夠掏錢出來買這個東西對不對 所以要人家掏錢出來 你的東西一定要符合他的需要 而且是他會想要用的東西對不對 這個東西的客戶是誰 我設計這樣一個東西 我的客戶是誰 這個很簡單 我的客戶是消費者 這個也是消費者嗎 其實我的客戶是那個禮品商對不對 也就是說我做了這個東西 那個禮品商買了這個東西 然後他批給 比方說想要送禮物的人對不對 所以送禮物的那個人 用了這個東西去送給他的客戶 所以只要這個禮品商或送禮物的人 滿意的話就好了對不對 那當然他什麼叫他滿意 他覺得我把這個送給我的客人 他們覺得很體面就好了嘛 那他是不是真的能夠算東西 是不是很重要 可能就沒那麼重要對不對 懂我意思嗎 所以這個是客戶 我這個是直接是面對消費者 所以消費者要掏錢出來 所以他當然就很挑剔啦 你這是不是真的能夠算嗎 算得準不準 省不省電對不對 這個東西你都要討論對不對 可是這個東西的話呢 其實我是賣給 要送禮物給人家的人對不對 我這個禮物送給人家之後 我這個 人家把它當作一個是免費的東西嘛 所以呢 這個東西要不要太精準什麼 好像人家也不那麼care對不對 所以要講的是說 這個requirement 你會發覺不同的產品 對面對不同的客戶群 其實你要下的規格就會不一樣 好 所以應該回到上面 所以我們剛剛講 你這個不同的requirement 需求不同 所以你要的 達成的speclication 就會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呢 以這個角度來講 這個他可能要求 你要比較準的 去算出這個步數 那這個的話 你只要便宜就可能就很好了 他大概可以描述 你走多少步就可以了 是不是那麼準 可能就沒那麼重要 好 所以這就會影響到你的speclication 好 那通常的requirement有些什麼呢 包括我的functional requirement 就是說 我這個東西把它當作一個黑盒子的話 那他有些什麼樣子的input跟output 對 把我這樣一個東西當作一個 裡面是黑盒子 我還不用管裡面是什麼 但是使用者怎麼看他 怎麼跟他做 互動 他的input是什麼 他的output是什麼 所以很重要是把input跟output 能夠描述清楚 那麼以我們這邊來講 我希望說他至少能夠顯示 我到底每一天走了多少步 然後顯示我到底省了多少的這個二氧化 但因為我走路 我不搭DMT 然後這個在其他的狀況可能就不能算了 然後還有一些不是functional 不是跟功能性有關的 包括他希望他的reliability有多少 他的大小 power consumption cost等等 所以這個都是一些requirement需要描述的這些東西 所以通常在這個部分我們講的是 我們到底要做的是什麼 但是不是講我們要怎麼做 這個是講的產品的東西 但是我在跟學生的討論當中 我也發覺其實通常我要問學生說 這篇論文到底在解什麼問題 或者說你的碩士論文你想要做什麼題目 結果同學們跟我講的都是他要怎麼去解某個東西 但是我聽了半天不曉得他到底要解的題目是什麼 所以其實我們要試著自己去分辨什麼東西是solution 什麼東西是problem 那麼題目通常是包括什麼 題目通常就是你如果把你裡面的東西 當作是個黑盒子的話 你要講的就是他的input是什麼 他的output是什麼 對不對 他從input變成output長什麼樣子 你要把這兩個東西講清楚 我們就比較能夠清楚說他的題目是什麼 至於了解的題目裡面怎麼做 那是第二步再來談的問題 那麼根據這個requirement通常 我們就可以畫都可以寫一個table出來 說我們現在要做的東西叫做stair counter 他的目的是這樣子 我希望他有什麼樣的input 我們分析他只有一個power on跟off的button 只有一個button 然後他有一個螢幕 然後大小是這樣子 那我希望說這個每走一步他就能夠更新 我希望他的價錢是這樣子 耗的電是這樣子 所以根據這個跟客戶談你的這個規劃 你大概就可以寫出這樣一個table出來說 這就是我希望有的這樣的功能 是這樣子 好 那很多這些東西都還是概念性的說明 那有了這個東西我們就可以進到第二步去講我系統的規格 那系統規格比較講的是一些量化的東西 我可以量的 為什麼需要量化呢 是因為我最後產生出來的這個成品 或者是一個雛形系統 我需要有這個量化的東西我才能夠去評估 我的這個系統到底好還是不好 對不對 如果我缺少一個量化的指標的話 那到最後就變成是空口說白話了 說我有這個功能 我有ABC三個功能 你看我也都有 但這個功能到底好還是不好呢 你沒有一個客觀的東西去告訴你 或者去做比較 所以呢這個量化的 能夠盡量去量化的東西會是最好 那麼什麼叫做可以量化呢 我們就是通常我們會說 我希望我的螢幕能夠在每走一步 可能在多快時間裡面就能夠更新 對不對 然後我希望說我的這個走的這個 誤判率小於百分之多少 我的成本小於多少 所以你有了這些的量化指標 那你最後就可以來check 說根據你這樣子所開發出來的系統 有沒有符合這些量化的值 所以這個就是Specification很重要的事情 那麼我過去也是看到很多同學 比方說在開發你們自己的軟體的時候 通常你會通常會講說 我這個軟體有些什麼功能 但是很少會去講說它的規格 從功能到規格這當中還是有一段距離 各位慢慢去體會 其實規格這件事情講的很多是量化的字 所以應該是盡量可以把你的這些東西 用量化的方式來表達 講一個最簡單的example好了 你怎麼去衡量一個學校 一所大學好了 是不是全世界一百大 你怎麼去衡量 如果你只有一些描述性的說 這間學校的學術論文很多 這間學校的學生都很好 這個學校的獅子設備不錯 或者說校色都很漂亮 這個東西都沒有辦法量化對不對 那都是一些很質化的一些概念性的東西 那要怎麼樣能夠把大家評比出來呢 你就是要有一些量化的值 那根據這些量化的值去做個評比 那大家會有個分數 有個分數才能夠排序 排序之後才會有所一百大會出來 懂意思嗎 所以一樣的道理 這個產品會是類似的情形 你需要有一些量化的東西 才能夠做最後的check 你才能夠知道說你的目標 好 OK 當然各位也都知道說 其實這個產品是可以做量化的 大學實在是不太能夠做量化就是了 好 那有了這個規格以後 再下來就是說我到底這系統要怎麼設計 那這邊談的就是說 我的軟體跟我的硬體要怎麼來規劃 那這個就是進到我們開始比較熟悉的領域了 就是說我的軟體 我到底要怎麼樣來規劃我的軟體 比方說你這邊就可以在談說 我的資料結構要長什麼樣子對不對 然後我到底是要用的方式來開發 還是用普通的系語言來開發 就開始會談到這樣的問題 所以就是所謂architecture的design 所以這邊在談的是怎麼去做它了 前面在談的是我到底想要什麼東西 那這邊談的是說我怎麼去做 把它能夠做得出來 符合我們要的規格 那在這邊談的當然是包括有硬體的元件 我是不是要有CPU 我CPU需要什麼樣子的周邊設備 然後軟體的部分我需不需要有OS 還是我就直接寫一個program 燒到裡面去就好了 那這些就是在做architecture設計 有一個整體系統的概念 這個部分是在這個階段做 那麼當然還要把我們需要的這個功能性 跟非功能性的規格都把它放到裡面去 那其實一般來講在一家公司 這種架構師或是說規劃架構的人 其實是責任非常大 因為一個產品好還是不好 其實在這個規格的design或是設計 本身就是很複雜的一件事情 那我們現在這個產品還滿簡單的 就是說只是技步器 你如果想如果我今天是一個電話交換機 或者說是那個網際網路上的那種 網路的那種風包交換機 都是非常大型的系統 裡面建造到的元件數千個 這樣的一個architecture 它要能夠衡量全局做最適當的設計 這件事情是非常困難的 所以這邊只跟說 我們需要有這樣的一個步驟來做這個東西 好 那麼這個裡面 architecture設計的時候 有些什麼樣需要考量的東西呢 包括說我的這個嵌入式系統 它在哪個環境裡面在運作 這個環境就包括就是說 我的外面跟裡面的 有些什麼樣子的event會發生 然後我的這個系統 接受到什麼樣的event 它要做什麼樣的回應 那這個在IO的部分需要談很多 所以我收到什麼樣的event 我要做什麼樣的回應 這個回應要在什麼時間裡面完成 那怎麼樣去完成它 那麼我的這些 這些嵌入式系統裡面 有哪一些原件 比方說我的一些IO的 像有這個三軸加速計 我的timer 這些東西其實怎麼樣彼此互相配合 能夠去對外界做反應 然後在跟外界的這個刺激怎麼做回應 那這裡面就包括我們要設計的 algorithm在這個裡面 各位要知道說 我們一般的嵌入式系統 它通常的運作的模式 是外面有一個input 我根據這input做回應 對不對 產生output 然後又會接受更多的input 然後做回應產生更多的output 所以這個整個design的這個過程 它其實都是一個刺激或是event進來 然後做reaction這樣子 所以能夠把這樣子的關係 釐清楚 然後就可以幫助我們來設計好的架構 好 那再下來就比較簡單了 我系統出來了 我就開始設計各個component 那這個時候就可以當做一個上課的作業 可以丟給學生了對不對 因為在這樣子的情形底下 這個題目已經非常清楚了 它的input跟output的要求是什麼 都很清楚了 所以你只要把裡面的component 把它開發出來就好了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在學校裡面 我們其實這個正能課會談的比較多的 大概就是像這樣子 但是前面那邊在我個人覺得 比較像是一個經驗 一個藝術 你需要有很多的經驗才能夠把那個部分做好 那等到你把這個看上去很不清楚的一些規格 或者是一些要求 轉換成為很學術性的 或者說是很工程性的描述的時候 那其實這個問題就很簡單了 你就是把那個東西做完就好了 好 那這邊所說的其實就是 比方說有軟體的話 我就等於把軟體切割成很多塊 然後每一個人負責一塊把它做完 那每一塊的軟體當然就包括 它input是什麼、output是什麼 它要跟別人怎麼樣接 這通通define好了 那你就把這個每個component的內部 把它implement出來就好了 那硬體也是一樣 我就需要有些什麼樣的硬體 memory等等把這個東西兜出來就可以了 好 那這邊最後一點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當我在選適當的component的時候 我們的原則當然就是說 現有人家已經做好的東西 我就拿來做是最好 我盡量不要自己開發新的東西 所以你可能就要到市面上面去找 有些什麼樣子軟體的模組 是人家已經寫好是open source 你可以拿來用的 或者說是在市面上有哪一些的硬體是available 我可以直接拿來用 價錢又很便宜的 所以你可能就經常要上網去不同的 不同的產品的地方去找找看 有沒有適當的東西 你可以拿來兜你想要的系統 所以這個誰對於現有的這些軟硬體的 原件熟悉 那就比較快的能夠兜得出來你想要的東西 所以這裡面有很多的部分其實並不是從頭開發 而是把現有的原件做排列組合 把它兜出一個你要的手錄去 好那最後一步端就是把這個各於原件把它整合起來 整合起來其實問題比較大的當然就是整合的部分 就是說各個部分它們彼此互相integration 互相communicate 怎麼做 那這邊其實通常來講 如果我越早開始就可以把我想要的東西描述得清楚的話 那你到了這個階段要花的功夫就會比較少 因為你如果不一開始就define清楚的話 那你到了後面會發覺 我當初沒有講清楚 所以兩個人所丟出來的這個parameter就不對 那你到時候還要再回去修改 會花很多時間 但是當初怎麼能夠知道說什麼東西要定清楚呢 其實這又是經驗 你要在前面這邊架構的這邊就要把它定義清楚 那為什麼定義架構的人知道呢 因為他可能以前曾經做過幾次 所以他知道說你這邊一定要講清楚才能夠做 所以這個大概的就是大家需要這個多做幾次 漸漸從一些錯誤當中就會學習過來 所以這大概就是一個怎麼樣從一個產品的構想 到最後把它完整出來 那最後做測試verification verification意思就是說 我現在所做出來這個東西跟我當初的規格 是不是一致 所以這個需要做這樣子的測試 那這邊有什麼問題沒有 好 那麼我們再下來就回到比較 就回到 所以我們現在要 這個學期比較要談的就是後面這兩塊 就是怎麼樣從這個component的設計 然後把它做系統的整合 然後把它做系統的整合 那我們現在已經知道說 從這個requirement specification到architecture 那我們現在要做的是怎麼樣去開發 這個原件跟把系統整合起來 所以我想我們後面的lab 要幫助各位的比較focus 是在這塊 好 但是呢 當我們要做這個原件的開發 系統的開發的時候 其實我們還沒有真的硬體出來對不對 這個硬體是要等到我們有些基本的東西以後 它才開始去兜這個硬體出來 那既然沒有這個真正的硬體 那麼我們怎麼去開發它所需要的軟體呢 好 所以我們現在有個某個東西 幫助我們來做這個開發 所以通常在嵌入式系統的開發環境 這就很重要了 我們通常會在 比方說一台桌上型電腦PC上面 裡面開發我們需要的程式 這個程式是for這個target系統的 等於說我這邊所開發的軟體 最後是在這個裡面跑的 所以呢就會有個叫做host host就是說 我在這個host上面開發一個軟體 那麼這個軟體 最後是會放到這個target上面去跑 那麼當我們這個程式寫好 在上面compile好 把它組合起來以後 我們最後就會把這個 產生出來的這個二位馬 二進位的馬 這binary code 把它傳到這個target系統上面 那到了這個上面呢 我就放到裡面去之後 它的系統開機 就從裡面跑 所以我們就需要有一個開發環境 好 各位先想看 為什麼要這樣子做 因為我們這個很小的這個device 它本身並沒有什麼好的界面對不對 我也不可能在這個上面去裝一個compiler 在上面對不對 所以其實這個裡面你可以想到 是一個非常非常簡單的東西 它也沒有OS 所以我要開發程式的時候 沒有這些這個開發的環境 我沒有辦法在這個上面做 所以比較好的開發環境 當然是在PC上面做 它有很完整的東西 所以我的這個軟體呢 理論上是要在這上面做 好了 問題來了 就是這個上面是x86的架構對不對 所以這上面的software 通通是用x86的層次碼寫出來的 我如果在上面去compile一個progress 照到裡 它也是compile出來是x86的二進位碼 但是我這上面跑的是MSP430的CPU 它有它自己的指令集 那我怎麼樣讓這個x86的層次 在這上面能夠跑 我需要做些什麼事 或是應該怎麼做 它能夠產生出來我需要的 周明佳 對 不曉得 講上去 知道吧 是知道不講還是不知道 還是真的不知道 好 啊 模擬器 你這上面可以跑一個模擬器 然後呢 那寫下來的coder就可以編譯成MSP430 或者x86的東西 好 類似是這個東西 其實我們還不需要用到模擬器 其實我們就需要有一個compiler 這個compiler產生出來的二進位碼 不是x86而是MSP430 懂意思嗎 就是我今天有一個compiler 各位知道compiler是什麼對不對 compiler是把一個c語言的層次碼 把它轉成組合語言碼 只是我們通常的觀念會認為說 在x86機器上面 所以它把c語言的層次碼 就會產生x86的組合語言碼 但是呢我們其實需要這個compiler是 它吃進去是C語言 吐出來的是MSP430的組合語言 這其實沒 只是說這個compiler是run在x86機器上面而已 好不好 所以其實這件事情不困難 你只要命令你的這個compiler 它雖然是一個x86的上面能夠跑的程式 叫它產生出來的組合語言碼 是MSP430 那如果說它能夠產生出來MSP430的程式碼 binary code 那我就透過這個連線把它download燒到這個上面去 那燒下去以後 當這台機器一開機 那我就可以runx86的程式碼了 所以這就是我所謂的開發環境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我們這個學期 剛開始禮拜一秀給各位看這麼小的一個 MSP430的launchpad對不對 那我們要怎麼在上面開發程式 我們就是在PC上面開發完了以後 再透過一條USB的線 把程式燒到那個上面去 好 再來 為什麼保存那個 好 再來 好 我如果用這個特別的compiler 撕進去是C語言 產生出來MSP430 然後再把這個程式丟到這邊來跑 好 那問各位 萬一這個程式有bug怎麼辦 有bug就死了 真的就沒辦法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這邊沒有一個debugging的環境對不對 所以呢 這個程式丟下去 萬一真的有bug 你就看它這個系統去亂跑 好你只要把它關機 然後再想辦法到原來的程式上面看看 到底哪邊可能是有bug 然後想辦法在這邊debug它 最後呢再把它download到下面去 對 所以其實在這種系統上面的debugging 會非常麻煩 所以各位要有耐心 先跟各位打個強心爭脫 到時候要debug會有點麻煩的 好 好 那剛才就有提到這個模擬器 什麼叫做模擬器呢 就是如果我今天厲害的話 或是一家比較有錢的公司 我會在PC上面寫一支軟體的程式 這個軟體的程式 就模擬這台MSP430的動作 一模一樣的動作 所以等於是用一個軟體 來模擬一個硬體 所以我們剛才所cross-compile出來的 那個MSP430的程式碼 就可以丟給這個模擬器去模擬 好像這個軟體 是在這個硬體上面跑 是一模一樣的效果 於是呢 我在這邊看到有任何的問題 因為反正是一個軟體嘛 我就可以利用X86的 上面的debug的這些program 幫忙去看到底哪裡是有問題 那我就可以用那個方式 在這個上面就可以幫忙出錯 等到這個覺得差不多沒問題了 才開始燒到這邊來跑 所以這就是emulator的好處 那當然以我們現在這麼便宜的產品來講 我根本不可能在上面做emulator 所以你當然是怎麼辦 就是多花點時間 慢慢去debug就好 好 但是像各位在大二就有用過Android的那個開發環境嘛 其實Android其實本身就是這樣子啊 它就是讓你在X86的機器上面去裝一個Android的emulator 你可以在上面寫Android application對不對 Android application跑 甚至你可以在emulator上面看它跑出來的效果 那最後你覺得這個程式都寫得沒問題了 你再把它真的燒到你的手機上面去 對不對 所以原來這個手機的開發本來就是這樣一個環境 好 那我們剛才提到的是說這個硬體是已經有了 所以我只要在PC上面開發之後把它丟到 丟過來 那我們下面的問題是 連這個硬體本身也都沒有 因為那個硬體呢 我們製工器的人也不會做嘛 我可能是找外面的公司 請人家幫我們來設計來燒電路板 但那個東西都還沒有的時候怎麼辦呢 我們就需要有一個開發環境開發板 好 那這個開發板通常就是會裝比較多的一些周邊設備 然後有CPU在裡面 有Memory在裡面等等 所以呢 我們所開發的那個軟體呢 就可以先燒到這個上面 好 那到這上面看看它跑出來的效果怎麼樣 如果覺得效果不錯 那都達到我們符合的要求了 然後我再把這個開發板 請外面一家公司把它精簡 把一些不用到的這些Component拿掉 那它就可以去設計出來真正的需要的硬體 好 所以呢 就有很多的公司 他們就開發了所謂的開發板 這樣子 所以我們剛剛所介紹的 MSP430的Launchpad 它就是扮演這樣一個角色 就是它上面有大部分所需要的周邊設備 它都已經有了 你所需要的只是開發軟體 那等到你發覺你的軟體開發完整了 那麼你可以把這個開發板的這個 參考的這個電路圖 請一家硬體的公司 參考這個電路圖做一些精簡 做一些修改 然後去真的去做需要的電路板跟硬體出來 那時候你就可以把你的軟體再搭到那個上面去 就出來你需要的產品 好 那麼這個開發軟 開發板 這個電路圖帶有些什麼東西呢 就是說在我們真的硬體還沒有出來以前 我們的軟體需要開發 所以我們就需要這個板子 這個板子通常它裡面有的CPU 就是跟我們目標的這個硬體的CPU是要一樣的 然後它有提供很多組的Io的周邊設備 可以讓我們在上面做開發 那麼配合這個開發板 我們需要有一些程式開發環境 就是IDE 叫Integrated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這個東西run在什麼地方呢 這個東西就是run在PC上面 因為我們是要在PC上面開發層次嘛 對不對 所以通常搭配這樣子的板子的公司 它就會出一套PC上的軟體 那有些什麼軟體呢 有一個compiler 這compiler特別名稱叫做cross compiler 就是說它的目的不是產生X86的指令 而是產生MSP430的 所以這種的compiler叫做cross compiler 那麼有了這樣的一個compiler 我們還要再加上linker跟loader 我們待會再來講這什麼 這些都是軟體 有了這些軟體呢 就可以把我們所寫的C元的program 打包成為一個MSP430的程式的binary 那麼最後呢就可以把這段這個程式 燒到這個上面去 什麼叫燒到這個上面去 就是這個上面你可以想像說 它上面有一些flashman 有wrong 所以我就可以把我開發的軟體 燒到它的flash裡面去 好 那燒到flash裡面以後 它一開機 CPU就從那個flash裡面去抓指令來做 這樣 好 那麼這個整合開發環境也會 通常可能會包含一些OS 跟其他的library package等等 因為呢 為什麼需要一些library跟package 因為通常我們寫的程式語言是C C裡面會呼叫到很多的library 對不對 好 那麼 好 我再把問題稍微講清楚一點 我們的開發環境是在x86上面 那我今天寫一個C元的程式 我希望這個程式是能夠 跑在MSP430上面的 但是我這個C元程式裡面 有用到什麼printf scanf 對不對 好 那麼這些printf scanf 都是C的library 那麼當我這個printf scanf 在link的時候 我不應該去link x86電腦上面的那些x86的library 因為我link進來的時候 它都是x86的主的binary code 所以我要去link的 應該要去link的是 msp430的printf跟scanf 還有相對什麼malloc的這些library 所以我這邊需要裝什麼東西 除了裝一個cross compiler 能夠把C語言轉換成為msp430以外 我還需要提供很多msp430的c的library 讓我可以link起來 那這樣的話我才能夠link出來一個完整的c的program出來 OK 那就把它燒到msp430上面去 懂意思嗎 所以當然現在各位就不用 我們提供給各位的就是一個完整的環境 所以你只要把它整個packet 把它檔案download到你的pc上面 一解開 所有這些東西統統有了 但是呢 我還是要稍微跟各位講 這裡面到底包含了一些什麼東西 好 所以呢這個怎麼樣做cross compiler 我們就是這邊有說 我的ide裡面有包括cross compiler 所以cross compiler是什麼意思呢 等於說我寫一個c的program 原來的話 原來我們一般所習慣的環境是 這個c的program 在我的x86的pc上面的開發環境上面 轉換成為x86的機器碼 然後呢就在x86的pc上面跑 這是原來我們所習慣的環境是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是要在一個arm的機器上面 或者說是在一個msp430的機器上面跑的話 那要怎麼做呢 等於是c的程式我們在pc上面 做一個run一個cross compiler 它把input是c的轉換成為arm的機器碼 或者是msp430的機器碼 然後呢這個機器碼最後可以download到arm的機器上面去跑 所以這叫做cross compiler 所以說它這個compiler是在host的機器上面跑的 它產生出來的call是給它給用的 OK 好 那麼這個整個軟體的開發的過程 我想這個應該各位到現在應該 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問題吧 應該有這個基本的概念 也就是說呢 就是說我們比方說c或者c++的程式 等於說一個大的專案 我們可能會把那個程式切成幾個小的檔案對不對 那麼我們這個每個小的檔案可以個別去compile它 那於是每個會個別compile出來一個這個object file 是binary的object file OK 那麼我們也可能 那麼這些object file呢 我會有一個linker 這樣一個software 把他們全部都連成一個大的檔案 這個大的檔案就是一個完整的程式 從頭到尾 好了 那麼有了這樣子一個linker跟locator 把這全部統統compile成一個大的檔案之後 就打包成一個executable file 那這個executable的file 再比方說經過USB的cable 把它download到target系統上面去 那當然我們也有可能是從組合語言開始 那這些組合語言也是經過cross assembler 因為要記得這個是在X86機器上面跑的 所以它有個cross assembler 把比方說MSP430的組合語言程式 把它翻譯成為一些object file 所以所有這些東西都是個別的file 它把它連在一起 最後形成一個可持經檔 然後最後把它放到target machine上面去 OK 好 大家這邊有什麼問題 好 那麼這個整個這樣子的過程 我們需要很多個不同的程式 對不對 compiler Assembler 就是這個linker 這個東西是形成一個有環狀的關係的 等於一個人的input 成為另外一個人的output 不是 講錯了 一個人的output成為另外一個人的input 所以那叫做tourchain 好像是有一個環狀 是一個鏈結的情形 所以你看這些都是chain起來的東西 所以這整個專有名字叫做tourchain 好 那這個tourchain包括什麼呢 包括Assembler 包括linker 這都是這個 然後包括C的runtime的library library它其實也都是一些object file 然後compiler 那這些東西把它全部都link起來 好 最後要問各位一個問題 這個linker到底在做什麼 linker我們剛剛講了 它其實就是把很多個object file把它link起來 成為一個大的可執行檔對不對 要注意喔 這個原來的object file裡面已經是binary code了 已經是比方說這個arm或者說msp430的binary code 我只是把這些檔案把它串起來而已 ok 所以這個是linker要做的事情 但是只是串起來嗎 串起來裡面還有包括一些什麼事情需要做 各位知不知道 jump的location要改 jump的location要改 對 因為呢 你原來的 你原來比方說 我每一個object file裡面是一個function 對不對 我這個function裡面 它當然是有什麼for loop 有這個if then else 所以這個 它自己原來compile的時候 它就假設說這個程式是從0開始 一直到多少 所以它的jump的這些的target 都是在這個範圍裡面 但是我今天把全部的人都串在一起了 所以那個address 0呢 就不是從它開始 是從別人開始了 所以這些裡面的這個所有的address 通通要跟著修改 對不對 這就是linker需要做的事情 還有什麼事情要做 linker linker要做的事情還有包括說 我在這裡面有宣告了一些變數 比方說global的變數對不對 那麼我當我去個別去compile個別的時候呢 我不會去check那些global的變數 你會說這個變數是宣告它為external 對不對 記得嗎 你可能在這個檔案裡面宣告一些變數是external 你說這個變數的名稱是在另外地方define 問題另外地方是不是真的有define 你怎麼知道 其實你不曉得對不對 這件事情誰要幫你check 那就是linker linker說 他說abc是在外面宣告 那我從頭到尾看了半天 就沒有看到abc 所以你的層次是錯的 不能linker起來對不對 好 那你這邊說 我這邊有用到一個external變數叫做abc 那abc到底在哪裡 那麼 好 那他說abc是發是在某個地方 那abc的address在那邊被define了 所以我要回過頭來 在我這邊的abc這邊把他的address填下去 對不對 因為我原來說abc是external 他得在哪裡 memory location不曉得嘛 所以我就要去原來的地 去要真正define他的地方 找出他的address 再回來過來填 所以這個linker有很大一部分 其實就是把他前前後後的 memory的address把它順起來 然後把他排的按照一個順序排下來 這樣我們才會有一個完整可執行檔來做 好 所以到這邊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那我想我們今天就先講到這邊 那剩下一部分就是講到linker跟locator的 那我們下個禮拜再繼續講 那下個禮拜我們就會跟各位介紹MSP430 跟我們一起做MSP430 我們先做MSP430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